人情女團TIS成員娜蓮 近期推出首張個人專輯 日前她受邀上綜藝節目 分享以Solo身份活動的日常 其中有個片段是她在拍攝主打歌表演期間 經紀人突然拜託她自拍 奇怪舉動馬上吸引住眾人目光 對此經紀人表示 最近流行把手機背景換成藝人的自拍 當成能招財的護身符 就連其他成員和工作人員也這麼做了 但她最近想換背景圖 就拜託娜蓮幫忙自拍了 娜蓮本人也透露 雖然曾開玩笑說換了就會發生不好的事 結果有人設置了她的自拍照後 一小時內就有錢進帳戶了 因為看到效果的人數不清 所以這幾年用她的自拍的人越來越多 弄完這番話後 連主持人也忍不住向她要自拍照 沒想到娜蓮還有這樣的效果 頓時笑販不少粉絲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